- 別哭了,別哭了,別哭了,別哭了. - 別哭了,別哭了. - 這麼漂亮的姑娘,能請你跳支舞嗎? - 會。 - 。 - 我跳不跳舞,關你什麼事啊? - 要你管。 - 薇薇,跟我跳支舞。 - 。 -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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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这样的酒会是不是很无聊啊 是啊 挺无聊的 这个酒咱们再来点 陈总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你先走了的话 我一个人岂不是很无聊啊 你这个裙子挺好看的 明天见啊 灵霄 你在哪儿 我以为你走了呢 我是准备走了 梦桐 今天多亏了你啊 改天我请你吃饭 吃饭就不用了 不过 你要真能回熊大帮忙 我就轻松多了 今天那个是你老板吗 你说他呀 你说他呀 他对我挺好的 挺好的 怎么个好法 再好能怎么好 也抵不过自己当老板 你说对吧 看来我又多了一个说客 我就纳闷了 4S店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吗 放着整个一个熊大你不要 不是4S店的问题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改装车店 所以我必须得从基层做起 去了解每一个客户的需求 别可是了 我爸还得需要你照顾的 加油 兄弟 我先走了 放心吧 好帅啊 快看快看 和我们赵斗比起来 简直是有过之而不及啊 对啊 好帅啊 葳葳 好帅啊 来给你送东西啊 我在上班这是公司 你在干嘛 我来给你送裙子啊 上次我不是把你的裙子 喂 算我求你了 你行行好行啊 你不要影响我同事工作好不好 赵总 哈喽 赵总 我让你做的工作做完了吗 我 我正 正准备呢 现在去做 来 那个 东西还没拿呢 你要不喜欢的话 我再买一条送给你 放你桌上了 你这泡妞 跨到我这儿来了 她不一样吗 那 进去坐一会儿 改天吧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啊 嗯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这万一 大家误会我跟那个赵震南 有什么不明不白的 我说不清啊 你怕什么呀 他们只是嫉妒你的天生丽质 都是出来混的 谁还没经历过流言蜚语啊 你有那个老板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我就说话就一下八卦嘛 你这个呀 就是书上说的 从灰姑娘变成白雪公主的故事 你们那个老板呀 肯定 那个 那个是什么 你别跟我装 当然是有意思了呀 你肯定是感觉到了什么 你就赶紧承认吧 他那个人对谁都一样好不好 我要继续看电视 我回去睡觉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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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好吗 快点 快点 林霄 赵总 林霄 赵总 林霄 赵总 你也不想看对不对 喂喂喂喂 这白色裙子是你的吗 哪个啊 哎呀就是这个白色迪奥的这个 我能穿吗 穿吗 谢谢 我塞 这一条裙子 能挺你三个月的工资啊 说 坦白从关 抗拒从严 谁送你的呀 哦 是不是把你老板搞定了 你脑子里装的什么 我一个朋友送的 朋友 嗯 好吧 那我去试试啦 嗯 灯灯灯灯 啊 摩镜摩镜 快告诉我 我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是吗 是吗 你那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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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就是你了 哎呀 大小姐 大小姐 啊 你不是要去试镜吗 哦 对啊 我要去试镜啊 哎 你觉得我穿这样能成功吗 嗯 女一号就是你了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哎呦 说得人家都不好意思的啦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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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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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好意思啊 我太着急了 我拿错了 对对对 放过来就好 赵总没打电话吧 哦 没有 别误了事啊 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嗯 走了啊 拜拜 哦 怎么是这样 还在看迷你呢 开始面试啦 哎呦 喂喂 啊 赵董刚刚喊你了 什么时候 也就一个小时之前嘛 哎呦 我疼啊 喂喂兄 风霄霄西 液水寒 壮士一去西不复还 保重吧 赵总 自由散漫毫无纪律 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对吧 约好六里半送标书 我现在给你十分钟 备好所有材料六点楼下间 如果你出现不了的话 以后都不用出现了 明白了吗 哦 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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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 这不合适吧 合适 赵总真有眼光 这款项链适合你女朋友 哎呀我才刚来公司 我也没做什么贡献 不是给你买的 就他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送东西的 我 我也是受了老板之托 来给这位女士送花的 哦 我还以为你住这儿呢 就说嘛 像你这种没素质的人 怎么可能住这儿呢 那你知道赵美华女士在哪儿吗 林霄 啊 这个姑娘是 哦 阿姨 是赵志南先生 让我把这个送给你的 哦 是志南让你来的 嗯 这孩子真有心 还记得给姑妈送生日礼物 嗯 呃 吃饭了没 一起吃蛋糕 哦 阿姨不用了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好 阿姨再见 哎 哎 妈 看什么呢 这姑娘你认识吗 算是认识吧 她是赵南公司的秘书 还和我们公司有业务合作 只是业务合作这么简单 是啊 那你眼睛都发直了 你知道吗 妈 时候不早了 我先走了 哎 你去哪儿啊 你蛋糕还没吃呢 你又跑了 蛋糕留着我明天吃 秘书 没这么简单 老林 老林 儿子有事啊 你跟着我干嘛 谁说我跟着你啊 我去公交车站 喂 poi 快 晚点儿 你不是不想让我跟着你吗 并排就不算跟着了 思想政治课教育我们 男人是唯物的 女人是违心的 虽然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那你认为我错了 那我就错了 所以我现在 郑重地向你道歉 这还差不多 那你打算怎么赔偿我 两种办法 第一种 是让我哪天穿上你那天的裙子 让你把毛线扯下来 这么变态啊 那 第二种呢 那你想让我怎么赔偿你啊 不知道 突然不怪你了 那可不行 我这人有一个优点 就是从来不欠别人的钱 那好啊 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 好 车来了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我出门太急没带钱 管你借点 要还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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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 好 好 好 到了 这边不错呀 你别送了 这么晚了 你快回去吧 都送到这儿了 也不差这几步路 真的不用 这条路我天天走 怎么 不方便 你男朋友会吃醋吧 也是啊 暴脾气的人 怎么会有男朋友的 你烦不烦啊 你对工作人劳人怨 怎么对我就没有一个好脸呢 那要问你自己啊 我挺好的呀 初约过来 给你赔礼道歉 现在还护送你回家呢 有嘴滑舌 我对别人可不是这样 你知道 什么叫做 灯徒子猫 有点过分啊 卫大小姐 你是要让我追你吗 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这么大人了 还喜欢这些公仔 又不又致 你懂是吗 我看看这是啥玩意儿啊 喂 你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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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相 就不给 你还给我 还给我 让你不还 给我 你居然打我 不就是一个玩具吗 我买一个新的给你 我再买一个大的 你赚了好吗 你突然找到 你赚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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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赚了好吗 我赚了好 Bro 我赚了 你赚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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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赚了好吗 你赚了好吗 阿果 我的世界就沒有安生過 你消失吧 我真的不想再看見你 對不起啊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不知道這個公仔 對你的意義這麼重大 我以為他只是一個 普通的小掛件而已 以為 你以為 我自以為是 自大 我毫不講理 我受告你了 好啊 那你倒說說 我怎麼自以為是 怎麼自大 怎麼毫不講理了 不就一個公仔嗎 我買一個新的 給你不就完了 這個公仔 對我來說 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七歲的時候 我無意間 走過這家店 看到橱窗裡的公仔 舅窑窑 當時不懂事 我媽一個人帶著我 生活很結局 根本沒有這些先錢 買這些東西 可是我不懂事 我就是想要 我媽媽就跟我說 小孩子只有在過生日的時候 才可以買這些東西 我就天天盼啊 天天盼 想著到底什麼時候 才能過生日啊 好不容易到了生日那天 結果他卻被人買走了 結果他卻被人買走了 你知道我有多難過嗎 我特別難過 我特別難過 就一個勁地哭 哭著哭著 就睡著了 就睡著了 醒來之後 我發現我枕邊有一個公仔 我特別開心 原來 那是媽媽 知道我我特別喜歡 就連夜沒有睡覺 親手給我縫了一個 所以 所以到後來 不管我是離家學習 還是工作 我都帶著他 這裡面這麼多公仔 你喜歡哪個 我送給你 這個 這個大的 送給你好不好 算了 我問過好多回了 老本說不賣 你得相信我 我一定能幫你拿到 很晚了 很晚了 我累了 走吧 為了公平起見啊 咱們看誰先追到 解決過程車上的女孩 我還在 靈雨 靈雨在家嗎 你快到樓下公家站 來接我一下 上次咱們在酒吧 碰到的那幾個無賴 他們在跟蹤我 你快點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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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認識我們嗎 認識我嗎 不認識 你就是那天 我們和宁雪拼酒 你半路殺出來 幫她擋你 你忘了呀 特騰賀的那個 沒錯沒錯 就因為你那天 我們比賽都沒有完成 今天 你必須替她完成比賽 對吧 選一個吧 你們再纏住我 我報警了 幹嗎 你別走啊 報警 這點小時候 用不著麻煩人民警察 我一個人足夠了 你誰啊 撤 撤 撤 不是 你們幹嘛去 你誰啊 別動手啊 走走走 有話好好說 趕緊走吧 那天就是她把我們俩給打了 走 走 好好好 寧雨幸虧有你在 沒事吧 嗯 你說 沒有你怎麼辦 你說現在當流氓的門檻怎麼這麼低啊 沒什麼本事還敢出來混 都怪宁雪這丫頭 不懂事兒到處捏花惹草 等回去我說她 嗯 走回家吧 嗯 喂 你在幹嘛 現在馬上過來找我 不然你明天就不用上班了 到玫瑰酒班來找我 看什麼看啊 喝酒 真好 來 不然啊 這酒量和心情是生正比的 不對啊 這心情參數指的是哪一種呢 是好心情呢 還是壞心情呢 兩種都是 這心情好呢 身體待久就快 所以怎麼喝都不醉 這心情不好呢 身體的感知能力就差 一喝就醉了 快 你掐我幹啥 很痛嗎 不痛啊 不痛就對了 哎 這樣話說回來了 這心情差酒就醉人 這心情好呢 可以讓人謙卑不醉 你一笑那我就灌死了 怎麼樣 你應該要有自信哦 哎 灌你個頭啊 哎 怎麼是你啊 怎麼哪都有你啊 哎 你一個人啊 過來喝點 啊 哦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麻煩了 喂 美女咱們是不是見過啊 哎 喂 喂 你 你幹嘛呀 喂 喂 她是不是來過咱們4S店 喂 哎呀 你 你放手 回頭 哎 哎 哎兄弟 過來喝點好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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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喝 嗯 跟你同居這麼久 怎麼沒聽過你說 你還有個兄弟啊 這你就不懂了 沒喝酒啊 跟誰都不認識 這一喝酒啊 看誰都是兄弟 哦 是吧 咱倆今晚不醉不歸啊 這啤酒啊 跟女人一樣沒勁 讓服務員開瓶威士兵 啊 不用喝了 快去 哎 這個才行 哎 等等 瞎著 好 啤酒加威士兵 哎 哥們兒 這樣喝行不行啊你們 有啥不行啊 哎 哎 這什麼喝法啊 我從來沒見過 你們倆別鬧了 老總 現在求饶還來得及 哼 待會兒誰躺下還不一定呢 哎哎 別喝了別喝了 要不咱們划拳吧 啊 啊 划拳 啊 划拳 那不是欺負他嗎 別廢話 來吧 五 十 你輸了 哎 你別喝了 你喝多了我背不動你啊 那花卷來 哥們兒 喝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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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 你還嫌不夠亂是不是啊 二十 這都自找醉手來了 你懂什麼啊 師傅這關係到男人的尊嚴 尊嚴你懂嗎 我家庭 你去死 我不過 我家庭 你只是什麼時候 我陪你來 擁有 你 走 人 都 你 你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多重啊 你怎么了 是要 是不是要吐啊 你说为什么我每天都要过着这样的生活 现在呢 我觉得自己特别像个演员 每天 融服着一个 一个 一个的角色 什么时候才能摆脱 这种生活啊 我觉得赵董 只要有信心 早晚都会摆脱束缚的 而且赵董 你的生活不是很好吗 好什么好 哪里好 这不大家都向往的吗 不会懂的 出租车 走啊 走吧 赵董 回家了 走了 走了 别走啊 小心 小心啊 prises 别走啊 赵董shot geoisie 赵董 你 你 你 以前你我同样喜欢的东西 我每次都会仗着你 那是因为我这个哥哥心疼你 但是爱情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不能再让给你 不要怪我母亲 爸 我最好 我真的是 你我会有一个小乐的 但我看到这些太久了 我最后一会儿就好了 我一直冒着 我还是要在今天 你 你 您好 欢迎光临 一边拿铁 好 少堂 还有什么 多少钱 三十 给 三十 妻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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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 您的咖啡 先生 先生 李宗盛 老板 这个公仔多少钱 这个公仔不卖 百都百出来了 干嘛不卖 公仔是我的 我乐意就卖 我不乐意就不卖 您去别家找找吧 我有一个朋友 特别特别地喜欢这个公仔 您能不能醒醒好 就卖给我吧 兄弟 别白费功夫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老板 我看你做了这么多公仔 你就把那个卖给我吧 大不了重新再做一个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说不卖就是不卖 你就不要在这里爱费功夫了 不知道因为什么你这么生气 但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很想得到他 如果这个公仔有生命的话 我愿意付出一切得到他 这个公仔我是不会卖的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 你也放进你厕所啊 这应该我问你吧 你快出去 我要吓人了 你到底要干吗 快出去 进 赵总 下班了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嗯 出去吧 嗯 等一下 嗯 按照这个采购单 买期后送到上面的地址 这是 去了就知道了 我 好 宝贝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再做早点回去休息 我一会就好 要不然我等你一会儿 我们一起吃个饭 不用了 陈总 怎么了 有约了 是有约了 就不麻烦陈总了 既然家人有约 那我就不打扰了 先走了 您好 又是你 你跟着我干吗 老板 你看那个公仔 我加点钱休想 我跟你已经说了多少遍了 说不卖就不卖 老板 你就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你就开个条件吧 老板 我真的特别喜欢一个女孩 她每天都特意跑到您这里 来看一眼橱窗里的那个公仔 在她小的时候 她妈妈亲手为她做了一个 从此她就迷恋上了这种公仔 她对这种公仔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她很希望拥有她 跟她做个伴儿 我是真的很希望 能够满足她这个愿望 你就没有喜欢的女孩吗 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 你真的很想要那个公仔吗 是 我真的很想把这个公仔 送给我心爱的人 明天下午两点 到这里来找我 谢谢啊 我明天一早就联系你 小雪啊 要不然一会儿你送我回家 好 你说好不好啊 可以啊 那 送我到我家吧 不行 为什么不想啊 为什么不想啊 我才不能 想什么呢 想多了 少来 我还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吗 你说你这小脑瓜一天到晚 想什么呢 看过天下无双吗 没啊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这天下无双里面 王妃 梁朝伟 他们两个在里面分别 分别了一个月 你说这电影里面 艺术里面 这两个人的感情多么纯粹 多么单纯 你说一到现实 人怎么就这么复杂 我还没往那儿想呢 对吧 其实有时候 我们男人根本就没往那儿想 从生理学上讲 人是分需求的 最初的是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 你说 我总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个 第一个 生理需求上吧 再说了 好好的日子我不过 我来北京 我一个人来北京 我打拼我 为了什么呀 我总得为点什么吧 我为的是我的 自我实现需求 对不对 好吧 饶倒我错了 我错了 行了 其实我也不只是为了自我需求 小小 你还小 慢慢来 那不还得仰望导演 多提些提些吗 这么晚了 回去吧 嗯 那我走了 走吧 这还差不多 那我走了 回去吧 拜拜 给我发微信啊 回去 嗯 嗯 你注意安全哦 走了 我的热情 好像一把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回来了 回来了 刚刚摩底下谁啊 什么谁啊 没谁啊 起来起来起来 还跟我装 你不说啊 不说啊 不说不准吃啊 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呢 走一步算一步嘛 快点 吃一口 没有谈恋爱 那就是在谈恋爱的路上呗 怎么说呢 走一步算一步吧 不过我看 她和我们不像同龄人 好像比你大挺多的 哎呀 你怎么这么low啊 现在谁还找同龄人啊 你看人家奶茶妹妹 九三年的吧 人家已经是京东的老板娘了 还有那个昆灵 那个更是厉害啊 她也是九三年的 别人呢 十八岁还在攒前买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她十八岁就已经拥有整个周杰伦了 多理智 也是啊 你说为什么现在女孩儿都喜欢找比自己大的吗 我就说你喽吧 首先 比自己年纪大的 她的事业成功啊 经济基础在这儿呢 也不用卫生计发愁啊 那这个花园美男子就是你千挑万选的啦 哎哟 什么花园美男子啊 人家有名有姓的好吧 他可是导演 其实我爸也不是光看人家的钱 其实有才华的呢 也一样入得了我的法眼 你可别挑花了眼 别光说我呀 你呢 你什么情况啊 你那个老板和那个送你裙子的选一个 准错不了 送我裙子那个啊 他骑的可是自行车 自行车 那那直接pass掉 选择你老板 我不跟你说了 你知道什么叫好男人吗 事业成功稳重 做事竟然有序有条不紊的 还要有耐心 他从来不会问你 哎 你吃什么呀 他会问 你是想吃日料呢 还是想吃火锅呢 我交代你的工作必须要完成 还要细心 否则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敏感地发现你的情绪 细腻地引导你的情绪 让你完全被安全感所包围 你是要回家吗 但是理想和现实是有差别的吧 废话 要不然谁还稀罕理想啊 那 你的导演算是你实现理想了吗 哎呀 能实现的算是理想吗 你傻呀 哎呀 你们导演可真可怜啊 我呀 这是让爱洒满人间 来吧 宝贝 也让我来 比喻比喻你吧 我不来啊 救命啊 今晚上就让朕翻你的牌吧 来啊 别不好意思了 喂 郑老板 您在哪儿啊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要说 我给你了 就是这个天候 你再来 好 我想到这儿了 你会让你做什么事 好 我想到我 我可以过来 你能散开 你给我说 我好 我想到你了 你不过来 我想到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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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